手里的鸡蛋饼,在看到闺蜜从一辆黑色麦巴赫上下来的时候,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我只来得及心疼一秒,脑子里一出强取豪夺,逼梁为娼的狗血大剧,已经从第一级直接三十二倍速得到了最后一级。 我早就听说过,一些有钱人,特别喜欢开着豪车来学校里染指女大学生,仿佛这样,就能彰显出她们的财力和魅力,呸,一群喳喳,我跟个老母鸡似的冲了上去,一把将闺蜜扯到了身后,与此同时,麦巴赫的车窗也缓缓落下。 特么的,我想和女娲谈谈,同样是她捏出来的,怎么人家长的就跟雕塑似的,轮廓分明,眉目深邃,棱角线条流利,坚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这么一张金贵斯文的脸,的确配得上开着的这辆豪车,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结果,对方的目光比我的更冷,眼神里明晃晃地传达这四个字, 你有事吗?我,我特么这该死的正义感。于是,在闺蜜目瞪口呆下,我对着那张帅气的脸,就是一段激情的国粹输出,闺蜜在我身后,害怕的小手直拉我的衣角,瞧把孩子委屈的,我更怒了。 大叔,以后离我闺蜜远点,好好做个人,闺蜜吓傻了,上前抱着我的胳膊,在那阵破人的低气压下,小心翼翼地开口,宝,这是我二叔,亲的。 我,我和闺蜜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宿舍的,平时一桶泡面她都要挤过来,吃两口。 我带她逛夜市的时候,她整个人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她一直告诉我她家境不好,我丝毫没有质疑,小丑是我,闺蜜低着头,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拉着我的手摇呀,摇的,呜呜我心疼那些分出去的零食。 你特么不是贫困生吗?闺蜜很委屈,这不是怕你觉得我有钱就不高兴跟我完了吗?你这个老六,我服了,就在这时,主驾驶的车门开了,闺蜜二叔下来了,毫不夸张,我冷得更是直哆嗦。 好家伙,这气场,没有万把个亿都撑不起来,这下轮到闺蜜户独自似的将我藏到身后了,那我可太会顺杆子爬了,直接躲在了闺蜜的后面,呜呜不枉我平时投喂得多,关键时候,闺蜜挡住了我整个人,太特么有安全感了。 二叔,我朋友不是故意的,他是为了保护我,一声冷哼,光是从这个鼻子里哼出来的阴结,我就做出了判断,闺蜜的这个二叔,难处,果然,下一秒,这就是把你胃胖的好闺蜜,男人的嗓音透着几分清冷。 我慌了,心虚的,我下意识地看了闺蜜一眼,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比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圆润了,五五二叔,我不许你这么说我闺蜜,又是一声冷哼,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和你那舞蹈家的妈妈交代吧。 闺蜜咽了,我俩低着头,像急了风雨中无家可归的小狗,就差安上两条尾巴摇一摇了,半嗓,闺蜜拉着我的手,朝着她亲二叔哼了一声,不用你管,说完,就拉着我跑了,这没出息的样,都跑进学校了,我还是能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那道目光。 妈呀,几倍一阵阵地直发麻,就离谱,一路跑到宿舍,直到宿舍门锁上,闺蜜才像泄了气的皮球摊在了椅子上,妈呀,我命没了,我竟然顶撞了我二叔,呜呜以后,我肯定会被她的目光图堵死的,我,这倒是真的,那眼神,推有压迫感了,你这么怕你二叔呀,我看你不是也挺怕的,好有道理呀。 我噎住了,不过,很快,找工作的压力就把这个小插去埋了,现在的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毕业等同于失业,我,就是投简历大军中的一员,但面试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直到我接到了江市集团的面试电话,好家伙,我挣住了,不是我妄自菲薄,而是江市集团作为本事的龙头企业, 历年来招入的英界,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各个院校的头部人才,我,小惭愧,温小姐,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面试官干练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是的,我来江市集团面试了,问题,当然有,还很大,让我一个学土目的去给总裁当专属,行政秘书,这面试官怕不是半路抓过来凑数的吧? 不好意思,我能问一下吗?我明明投的是贵公司的项目部,但是现在却入职了行政岗位,是这样,我们项目部不缺人了,我真的双Q。 这个面试官诚实的,让我只想点赞。温小姐,还有其他问题吗?不敢有了,不得不说,大公司的办事效率就是高,面试通过直接当场就给你办了入职,签了实习期的合同。 好家伙,我看着手离已经办好的公牌,没忍住,自拍了一张,这么好的消息,我要朋友圈同庆,不出所料,我的朋友圈沸腾了。 下面一群点赞的,还有一堆哀嚎的,扫了一眼,大部分是问我如何能入江市集团的眼。 我,这题无解,可能小仙女的运气总是比别人好一点吧。 西西最后一条是闺蜜的,三个显眼的,在这堆评论中极其突出,我反手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五秒钟,把你那傻不拉几明显有着质疑我能力的大问号删了。 短暂的沉默,闺蜜开口了,那个,宝,我上次有没有告诉你我二叔叫什么呀?还真没有,记起那个不愉快的小插曲,我就想到男人看我时的眼神。 我后背立马就妈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以后也遇不到,你放心,就算遇到了,我只会绕着走的,闺蜜又是一阵沉默。 伴上,宝,我觉得我二叔叫什么可能跟你有点关系,我,他叫江沟,也就是你的,老板。 我妈了,手里的公牌顿时变得烫手。 宝,你的宝已下线,见我没反应,闺蜜极了。 温林,不听不听,临临晚上,我请你去盛世吃日料。 好的,不见不散,闺蜜。 盛世是本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不论是里面的装修还是消费,都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我也仅限于,听说,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一个有钱的闺蜜,我总算要体验一下被闺蜜包养的快乐了。 我赶到的时候,闺蜜已经在酒店门口等我了,日料在酒店的十九层,大堂经理一路将我俩送进电梯,我见识到了超能力杀伤力有多强。 姐妹,我不想努力了,你看着办吧,闺蜜,那我努努力,争取让我二叔将这个盛世送给我。 毫无人性,这家酒店竟然是江沟的,没等我反应过来呢,闺蜜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过,我怕你活不到我二叔给我的那一天,因为无期,我特么,事事无常。 说不定那天,我成你二婶了,到时候你都不用努力争取,我直接就做主送你。 开玩笑的话,就这么随着钉的一声,电梯门的打开飘到了外面,余光里映入了一道高大旗掌的身影。 我实话了,江沟就站在电梯门口,他双手插兜,这副慵懒的模样,和那天在学校门口看到的完全不同。 简简单单的白衬衫穿在他的身上,满满的禁欲气息,想到自己刚才的口出狂言。 我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呜呜这顿饭,是没法吃了。 一旁的闺蜜显然,也没想到会遇见他二叔,整个人瑟瑟缩缩的,竟然特么还躲在了我身后,你躲就躲吧。 别拱呀,我特么都快要对你二叔身上了。 我,就一整个大无语,迟迟没有进出人的电梯门。 似乎感应到了此刻气氛的诡异,于是开始缓缓合上,我和闺蜜同时松了一口气,眼看着电梯门就要关上了,结果一只大掌横了过来,不会叫人,没有主语,直接一箭双雕。 下一秒,闺蜜乖乖巧巧地叫了一声,二叔,闺蜜刚叫完,江沟的视线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好了,压力到我这边了,我是直接叫老板呢,还是跟着闺蜜一起叫二叔。 最后,权衡利弊之下,我弱弱地叫了一声,二叔,嗯,我腰软,这一下也无所谓,我还有事,炎炎你就好好陪你。 朋友,有什么需要,直接找刘经理就行了。 好的,谢谢二叔,谢谢二叔,闺蜜挽着,我从电梯里出来了,江沟和旁边的男人则进去了。 电梯门盒上的瞬间,我抬头,四目相视,江沟的谋底全是我看不懂的深沉,想着刚才江沟说的那句话,我拧起了眉,我怀疑他要说的并不是。 朋友,那两个字,可是我没有证据,闺蜜挽着我轻车熟路的,坐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哇,真美啊,这个位置,视野很开阔,一眼就能看到窗外的夜景。 有钱人的快乐果然无法想象,呼,吓死我了,等会儿我得多吃点压压惊。 闺蜜叫来了服务员,纤细地手指在菜单上直戳,等她点完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照着她的来一份。 嗨,吃不完可以打包呀。 结束之后,我和闺蜜看着窗外,静静地俯瞰着远处的江景。 突然,闺蜜接了个电话之后,悲愤地看着我,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林林刚才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 嗯,就是在电梯里。 你说你要做我二婶的。 我,我看着像是不惜命的人吗? 看着闺蜜一脸期待的样子。 我果断地摇头,姐妹我无福消瘦,能当你二婶的。 绝对命应,闺蜜。 一阵沉默,闺蜜颓废地将自己埋进了椅背里,哀嚎连连。 林林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了,给了两条路,让我选。 要么回家相亲,要么找个工作,或,都是绝路。 难怪闺蜜这么丧,你就不考虑找你二叔走个后门。 我妈嫌我丢人,不让我去。 我一噎,整得我都不会了,又是一阵沉默。 忽然,闺蜜两眼放光,仿佛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林林你当了我二婶,我就不用努力了。 我妈最听我二叔的话了,到时候你就能给我撑腰了。 我,我一个白眼翻过去,梦做得挺美,可惜不会成真。 闺蜜显然不想醒,直接挤到了我旁边,挽着我的手臂,语气带着几分诱哄。 林林你真的不心动吗? 你看这窗外的江景,只要你想,就是你的,baby,这特么很难不心动呀。 见我神情有所松动,闺蜜继续趁热打铁。 林林你要是不帮我,我们的好日子就过不到了,这个我们用得就很灵。 所以,我即将要失去这么一个有钱的闺蜜了,这不能呀,我抿着唇绊,猝着眉,真的有在认真思考闺蜜的话,然后脑海里立马闪过那张冷峻的脸。 我暗暗地捏了一把冷汗,瞬间清醒,还是算了吧,拍了拍闺蜜的肩膀,我苦口婆心,炎炎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我帮你看看简历,总有慧眼识人的公司会要你的。 闺蜜,气氛静默了,闺蜜的脸就像是被打翻的调色盘,哼,反正你刚才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四舍五入我当你跟我二叔表白了,我特么,要不是我闺蜜有限,真想把她狗头凝掉。 周一,正式上班,一大早我就起来了,仔仔细细地捣咕了半小时,效果还行,看着干练,有职场女性的那味儿了,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还在床上睡得香甜的闺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熬夜追剧的女人,偏偏今天还是她去面试的日子。 舅,姐妹,你自求多福吧,将是集团在金融街,黄金地段,平时工作日堵得简直没眼看,哪怕我提前了那么早出门,还是只堪堪早到了十分钟,我的办公桌就在总裁办公室门口,还没粘到椅子呢,办公室的门开了。 走出来的男人我昨天见过,是总裁特助,林旭,我和他各司其职,他负责商务,我负责日常事务,林特助淡漠地看了我一眼,温秘书,江总在里面,麻烦你泡一杯咖啡进去,我,似时发现我的困惑,已经走过去的林特助突然停住脚步,似时提醒,温秘书,江总平时来得比较早, 明白了,我不应该只早到十分钟,资本家的压榨果然毫无底线,我端着泡好的咖啡站在办公室门口,仰起来的那只手怎么也敲不下去,一想到那天我在电梯里放的那些厥词,我整个人都有点慌,眼看着手里那杯咖啡飘散的热气越来越少,我咬咬牙,落下了手,进来,不带情绪的声音隔着一扇门, 清晰的传了过来,呼,推门进去,江沟正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看文件,很认真,很投入,哪怕我将咖啡放到了他的手边,他的眼皮子也没朝我掀一下, 我,贵人多忘事,或,我懂,我最识香了,转身就往外退,手刚碰到门吧,还没来得及拧开,身后一道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温秘书,咖啡温度不对,还是凉了,真棒,上班第一次就泡砸了老板的咖啡,我转过身, 江沟正慢条丝里地将手里的咖啡杯放在桌子上,抬头,敬片后,上扬的眼尾中含着几分轻挑, 我脊背又是一阵麻,连忙加快步伐,走了过去,伸手拿过那杯被嫌弃的咖啡,语气郑重不识谦卑,抱歉,江总,我这就去给你重新泡一杯, 江沟嘴角一勾,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张好看的脖唇里吐出了几个字,眼光不错,手艺太差,我,目光相撞的那一刹那,我特么竟然看懂了江沟谋底流传的情绪,我在电梯里说的那句话,她听到了,而且,此刻,她还在内涵我,我妈了,果然,背后不能议论人, 会遭报应的,重新泡了一杯咖啡送了进去,这一回,江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个,你可以出去了,的眼神,我,行吧,回到座位上,林特助已经让人,将一摞资料放在了我的桌上,大多都是和江市集团有合作的公司企业,我需要熟记并且以此为依据,有效高速地安排江总的行程,就这样, 入职第一天,除了一早上的那杯咖啡,我就再也没进过总裁办公室,学习且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周后,我已经能独立地开始安排江总的日常行程了,在这期间,江沟并没有就那天在电梯里的事情多言语,仿佛那些小插曲压根就没发生过一般,他就是一个很忙的老板,我就是一个班砖的秘书。 对于这样的状态,我简直喜闻乐见,直到某天中午,总裁办的卫生间维修,没办法,我只能去楼下,然后听到了外面飘进来的八卦,听声音,他们应该正在镜子前补妆,女人的第六感向来最准了。 我跟你们说,那个温林绝对和江总有一腿,可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打从他入职的第一天起,各个部门就传风了。 集团里的老员工谁不知道,江总从来不招女秘书,更何况还是一个实习的,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别嫉妒了,你要是能长成他那副样子,你现在也能坐在江总办公室门口,每天和江总朝夕相对的。 切,他什么样呀?狐狸精的,样呗,那一阵阵的轰笑声随着脚步声的离去渐渐变小,这些女人不仅八卦,而且,瞎,我是坐在门口,可特么我和江沟见面的次数还没和林特助见得多呢? 回到座位上,我趴在了桌子上,越想心里越憋屈,于是反手一个视频给闺蜜打了,过去,闺蜜接得很快,屏幕里闺蜜戴着大墨镜,半张脸都被口罩遮住了,再加上穿的防晒衣,像极了那个鬼,很意外。 林林咋地了?你在外面,妈的,别提了,林林你说,什么公司,竟然把面试时间安排在中午,就离谱,见我衣服捏捏的样,闺蜜有些急,怎么了? 宝,我二叔给你穿小鞋了,江沟的人设堪忧呀,言言你说我长得像狐狸精吗?闺蜜,于是,我将刚才在洗手间里发生的事情,以五一时地告诉了闺蜜, 闺蜜沉默了片刻,哪怕戴着墨镜,我都能感觉到她眼里射出来的那道希望之光,林林其实我的第六感也很准,我觉得你就是我未来二婶,我,闭嘴巴你,别想了,你二叔和林特住在一起的可能性都比我和他在一起大,闺蜜一脸惊恐,我曹,不能吧? 姐妹,我不缺这点流量,你展开说说,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正要开口解释,一股熟悉的冷冽气息直往我后脑勺扑,还隐隐夹杂着几分杀气,我后背一凉,原本趴着的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然后,我看到了距离我办公桌一米远的地儿,正站着两个人,这不巧了,那两人特别像中午本该在餐厅和供应商吃饭的江总和林特住 我,我傻眼了,江钩冰刀子似的眼神直往我脸上挂,还有他身后的林特住,一张脸都黑了,偏偏闺蜜毫无察觉,跟个二傻子似的还在那端兴奋地嚎着,都是姐妹,你不能一个人磕,快,赶紧拍几张我二叔和林特住的照片发过来,我可以,我反手就是一个挂断,气氛一片死寂, 温秘书,进来,江钩看了我一眼,抬起步子,走向了办公室,经过我办公桌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那股风雨欲来的压迫,报应永不缺席,我跟了上去,背后的冷光直至办公室的大门盒上都没止住,真棒,一次得罪俩,呜呜这般没法上了,满脑子想着怎么解释的我,完全没有注意 前面突然停下来的江钩,等我后知后觉地想要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眼看着我就要撞上去了,江钩忽然一个转身,我整个人就这么直直地扑进了他的怀里,鼻翼下全是那股轻烈的冷木香,隔着衣衫,我都能感觉到腰间那双大掌的温度,烫得灼人,我吓傻了, 整个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结果江钩继续紧逼,直到我退无可退,江钩一伸手,轻而易举地就将我困在了他的胸膛和墙壁之间,四目相视,江钩的眼里有着要将我拆腹入骨的咬牙切齿,乌乌好害怕,明天的太阳我还能见得到吗? 我连忙开口,声音听着都颤了,江,江总,刚才那个是误会,嗯,灼热的气息就这么扑在我的脸上,关键时刻,我的脑子竟然荡机了,在心里打好的草稿都到嘴边了,结果硬是卡住了,怎么也吐不出来,江总,我错了,我没出息,我承认了,千言万语都不如这三个字来得实在, 江钩笑了,我的心凉了,说说看,你是怎么分析出我和林特住在一起的可能性,比我和你在一起的大,说话的同时,江钩俯身又靠近了些,我和他的呼吸都缠在了一起,我的额头甚至都要碰到江钩的鼻尖了,而且,四周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我可能缺氧了,具体表现在说出来的话完全等不及大脑的叛徒。 就像现在,你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说完,我差点没扇死自己,这特么要是依据,估计江钩和他司机都有一腿,我哭了,蠢的,果不其然,江钩愣了几秒,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江钩嘴角一勾,毛底闪过一道深意,我懂了,我, 不是,你懂什么了,能不能详细说说,很快,不用江钩详细说,我也知道了他懂什么了,因为那天之后,江钩到哪都带着我,就特么离谱,一时之间,我和江钩的飞闻,在整个江市集团传得愈演愈烈, 去员工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是一一动景点,谁经过都要看一眼,同事们越是这样,就越是激起了我想要证明自己是靠能力进来的 对,我要用在工作上的成就来狠狠地打他们的脸,我蠢蠢欲动,结果却被现实狠狠递上了一节课,这天我正在电脑上进行文件的管理分类,数据审核,结果,桌上的手机一个劲儿的震动,闺蜜打来的,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回去我就打死你,闺蜜一哆嗦,小心翼翼,林林今天是我入职一周的 纪念日爱,你答应晚上要和我一起去吃饭的,我特吗?行吧,自己找到的闺蜜,只能守着,行了,我知道了,下班就去找你,好脸,电话刚挂断,行管部的主管内线就过来了,他要一份开发案的数据分析,巧了不是,正好是我正在整理的,这里面的数据都是昨天刚发到我邮箱的, 好在到了最后收尾阶段了,要不是闺蜜刚才那个电话,早就结束存档了,将整理好的文件发到了行管部主管的邮箱里,我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结果,眼看着到了下班的点,行管部的主管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啪的一下, 将手里的一打文件甩在了我的桌子上,我一脸茫然,温秘书,你知不知这个并购案对我们集团来说有多重要,看着行管部主管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心里一紧,立马将桌上的文件拿了起来, 刚看了几行,行管部主管的声音又响了,我们部门的人拿着你所提供的数据处理问题,结果问题没解决,反而变得更糟糕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人手查措 重新调整,这种事可大可小,往往一个数字的出错,造成的就是几千万项目的损失,我慌了,哪里还顾得上下班,连忙重新打开电脑,开始核对数据,行管部主管就在我办公桌前站着呢,我都能听到他大喘气的声音,可见有多气,偏偏越着急越容易做不好,我来回核对了两遍,也没找出来哪个数据, 数据出现了问题,温秘书,看来,你的能力还不足以带你肩上的担子,被人这么直白的嫌弃,我整张脸都红了,羞愧的,就在这时,总裁办公室的门开了,江沟出来了,我看了他一眼,心里一揪,怎么回事,江沟的声音里有被打扰的不悦,我低着头,一旁的行管部主管见状,立马上前, 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江沟,江总,我们部门的人到现在还在处理着呢,听完,江沟看了我一眼,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文件,直到一道黑影照了下来,不知何时,江沟走了过来,微微俯身, 一只手撑在了文件上,另外一只手从我肩上绕了过来,落在了鼠标上,我仿佛听到了行管部主管的吸气声,江沟盯着电脑屏幕,几乎一目是行,不到五分钟,就拿起笔将文件翻了两页,然后将一处的数据圈了出来, 哇,这就是大佬的业务能力吗?行管部主管离开的时候,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我还沉浸在人与人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的失落中,自然没有心思去管什么主管的眼神, 江总,对不起,这次是我的失误,态度诚恳,语气低落,我复盘了一下,应该是和闺蜜打电话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键盘,这才导致了数据的出入,我做好了要被训斥一顿的准备,结果,江沟只是不咸不淡的, 呃了一声,我抬头,江沟正看着我,那镜片后的毛里似乎闪着一层细碎的光,等我想再看的时候,江沟的毛底已然是一片忧深,温林,来日方长,我心头一颤,她看出了我这段时间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急切和焦虑了,我抿着唇,半嗓,才挤出了一句,江总,我知道了,江沟这才转身离开, 落日的余灰从窗户里照进来,正好落在了江沟的身上,她整个人像是被一层光运笼罩着,如同那被人敬仰的神奇般,我心跳有点快是怎么回事,学校后面有一家烧烤,味道特别赞,我和闺蜜每次有什么重要日子,需要庆祝一番的话都会去那里,今晚,也不例外,经历过下班前的那个小插曲, 等我赶到烧烤店的时候,已经快要九点了,平常闺蜜抱怨的信息早就一条接着一条,跟不要钱似的往外蹦,今天,却格外安静,老板特地给我们留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隔着窗户,我看到闺蜜捧着手机一脸吃笑,就连我坐在她对面,闺蜜都毫无察觉,嗨,醒醒又磕CP了,通常闺蜜这样的状态,就意味着娱乐圈又崛起了一对CP,闺蜜咧着嘴,脸都红了,哪有,赶紧点菜,饿死了都, 好的,饭吃了一半,我渐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平常撸串就跟龙卷风过境似的人,此刻竟然抱着一根已经被她咬出花的吸管走神了,我不动声色地开口了, 盐盐最近工作顺利吗?话音刚落,闺蜜扑斥一声笑出来了,我,工作这么开心的吗?想想都能乐,我好羡慕,这么一比较,我顿时没了继续关心她不对劲的心思了,伸手拿起桌上的奶茶,狠狠地吸了一口,还没来得及咽下去,闺蜜一脸地娇羞,林林我谈恋爱了,今天的奶茶珍珠加得有点多, 卡着了,我咳嗽了半天,才缓过来,这是爱情事业双丰收,拿了开挂剧本吗?我妈了,闺蜜浑然未觉,继续和我分享着,语气里都是藏不住的欢乐,她是我的同事,特别努力,虽然家境一般,但人又斯文又优雅,林林我只要一看到她,心就跳得特别快 七,我毫不留情地拆穿闺蜜,对方长得帅就直说,嗯嗯嗯,闺蜜就跟小鸡灼米似的,指点头,姐妹,你懂我,滚吧,似是想到了什么? 我看着闺蜜,试探性地开口,你说她家境不好,那她会不会是故意接近你的?毕竟,这年头,想要走捷径的人太多了,男女不羡,谁知道闺蜜一脸的心虚,嗯嗯啊呀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一个机灵,我悟了 姜格,你特么该不会像当初骗我一样,骗人家吧,闺蜜眼睛一亮,姐妹,你真的懂我 我,好闺蜜你真行,敢啥啥不行,装穷第一名,正愣得片刻,闺蜜已经坐过来抱着我的胳膊了,半个身子都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林林我真的很喜欢她,可是她真的穷,你都不知道 我昨天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喝白粥,连个榨菜都没有 我仿佛嗅到了一丝类似鸿门宴上的阴谋气息 林林你当我二婶吧,到时候就可以窜夺着我二叔支持我了 要不然我家里人肯定不许我和她在一起的 果然呀,爱情面前,闺蜜算个屁,很是嫌弃地推开了枕在我肩膀上的那颗狗头 妍妍这个问题应该是她要考虑的 如果她都不能让你爸妈觉得,可以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她 那你以后嫁给她真的会幸福吗?可是,她还不知道我喜欢她呢 嗯,我在未雨绸缪呀,先把一切阻挡我和她在一起的因素扼杀在摇篮里 啊,怎么,我刚才没和你说吗?她是我未来男朋友 我,好的 今夜过后,闺蜜成功地待在了我的黑名单里 被闺蜜死缠烂打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差点没起得来 眼底下的黑眼圈一层粉底都遮不住 昨晚没睡好 办公室里,我正在和江沟核对今天的行程安排 想到闺蜜 我欲言又止地摇摇头 江沟没有多问 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晚上的视频会议取消 和盛氏那边说一下 留一个包厢 晚上有饭局 好的,盛氏酒店 我和江沟到包厢的时候 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见到江沟 那些人立马客客气气地迎了上来 一口一个江总弟叫着 酒过三巡 气氛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江总身边的秘书看着挺眼生的呀 来,我敬你一杯 说话的是兴盛科技的黄总 最近江市集团的一个商业投资 就是和他们一起合作的 在这种场合,人为言轻的 就属我们这些跟来的助理秘书了 可偏偏仿佛不带着身边的秘书助理的 他们就吃不下这顿饭 是的,做我对面的女的 已经被敬了三杯酒了 我扯着笑,端起了酒杯 连忙站了起来 黄总客气了 这杯酒应该是我敬您 我干了 您随意,黄总满意地指点头 我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 看着玻璃杯里鲜红的液体 暗暗庆幸着幸亏不是白酒 正准备仰头一饮而尽 身侧突然伸过来一只大掌 接过了我手里的杯子 四周陡然安静了下来 众人暧昧的目光 在我和江沟的身上不停地来回缩寻 小姑娘还在实习 今天带她来就是见见世面 黄总可别把人给吓跑了 这杯酒 我和黄总喝 说完 江沟将杯中的红酒喝了干净 这下桌上彻底热闹了起来 江沟这一档酒的行为 仿佛触动了什么开关似的 接下来 好几个合作商开始起哄 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最后 那些本该我喝的酒 全部进了江沟的肚子里 不出意外 江沟醉了 结束的时候 在众人玩味的目光下 我半称着江沟将她带上了车 车厢内很安静 江沟上了车就靠在椅背上 闭目养神 我满脑子都是江沟替我挡酒的画面 实现更是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五彩斑斓的灯光透过车窗 撒在江沟身上 趁得她们张脸的轮廓更加深邃 好看得让人挪不开眼 好看吗 好看 一问一答中 镜片后的那双眼睁开了 我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撞进了那双深邃的眼眸里 意识到做了什么的我 脸刷得一下红了 眼神更是没地儿放了 只能四处飘离着 本就安静地车内此刻更加静谧了 漂浮的余光里 江沟的嘴角似乎在微微上扬着 呜呜嘴瓢了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打破了此刻的静谧 我的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我两眼一抹黑 可不就是我那大冤种闺蜜吗 我拒接 用脚趾头我都能想到闺蜜打电话的目的 江沟看了过来 眼神里带着探究式的锋利 我下意识地将手机举了起来 车厢内的那股压迫感才退了些 炎炎闯祸了 不愧是亲叔 猜得真准 想到昨晚闺蜜赖在我床上 哭诉着对那个未来男朋友的喜欢 我脸了脸眉 试探性地开口 江总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就是 像江总这样的家庭 是不是很注重另外一半的家事呀 江沟深邃的眼睛直盯着我 那犀利的眼神就像要看到我心里去似的 我一个寒湛 只听到江沟低沉的声音在这车厢内缓缓响起 不会 呼 我替闺蜜松了一口气 晚上终于不用再被她荼毒了 温林 我的婚姻 没人能插手 我 你放心 靠哈 误会大了 我刚要开口解释 肩膀上墨地一沉 大佬那颗金贵的头枕了过来 江总 没反应 二叔 依旧没反应 江沟 还是没反应 一阵均匀的呼吸声 缓缓响起 睡了 呜呜 我哭了 急的 怎么办 在江沟听来 我刚才说的那番话 相当于直接表白了 很好 我已经磨刀霍霍向闺蜜了 在江市集团 实习一个月后 我也结束了大学生涯 是的 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得找房子从宿舍搬出去了 可毕业季的房子最难找了 我找了一个星期 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 要么太远 要么太贵 关键时刻 闺蜜凑过来了 软磨硬泡地拉着我和她一起住 闺蜜在市区有一套公寓 是她爸妈送她的生日礼物 我 行吧 贫穷限制了我的思维扩散 和闺蜜一起在宿舍里收拾东西的 结果闺蜜中途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临走之时 给了我公寓的地址 我仿佛看到 重色轻有 四个字排着对的飘过 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 江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犹豫着要不要接 自从那晚过后 我和江沟的关系好像莫名其妙地亲近了些 好几次加班 都是江沟送我回来的 为了感谢她 我就请她吃了一顿饭 一来二去的 我俩私下见面的次数竟然越来越多 细数下来 我和江沟一起逛过超市 爬过山 看过电影 路过营 对于我而言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有时候 我看着江沟那张脸的时候 心里甚至会划过那么一丝异样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 清楚 铃声还在继续 我拧了拧眉 按下了接听 东西收拾好了吗 温柔醇厚的声音 缓缓传来 嗯 我在你宿舍楼下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今天中午 她还有一个会议 加快了收拾东西的速度 一会儿功夫 我就下楼了 江沟正已在车旁 俊朗的面旁 不凡的气质 再加上那一辆豪车 已经有不少路过的女生明里案里地 向她投去了眼神 我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生大着胆子上前要她的微信 祸 还挺招人 江沟静天下地 牟底压着几分不悦 抱歉 我在等人 女孩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却还是不想放弃地站在她身边 直到江沟似有所觉地抬头 立马朝我走了过来 四目相视 江沟嘴角边的笑意愈来愈浓 我心头一颤 江沟很自然地接过了我的行李 虚揽着我的肩膀 将我往车上带 上车的时候 我看到了那个女生眼里的极度和羡慕 车辆缓缓驶出校园 我连忙将闺蜜给我的的纸报给江沟 路上 车内安静的气氛着实让人受不了 你怎么来了 中午不是还有一个会要参加吗 推后了 嗯 今天的日子很重要 我刚要开口问今天 什么日子这么重要 结果 对上江沟望过来的眼神 脑子里灵光一现 脸又红了 我发现 我在江沟身边脸红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今天是我毕业的日子 重要吗 连会都推后了 到时候不是还得我去排行程 嗨 我脸不止红还烫了 江沟轻车熟路地将我送到了闺蜜的公寓里 很大 装修的也很少女 倒是很符合闺蜜的风格 等我收拾好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发现江沟还没走 正站在窗前打电话 许是听到动静了 江沟挂断电话 转身 嘴角勾着 收拾好了 嗯 饿不饿 他这么一说 还真饿了 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 江沟看着我 笑得勾人 好 半个小时后 看着前面推着购物车的江沟 我嘴角一抽 这个男人 是对逛超市有什么执念吗 江总 我们不是去吃饭吗 江沟正在将储物架上的一包零食拿下 来往购物车里放 我无意间看了一眼 是我喜欢吃的 回去做 我 他怕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吧 我只会请和吃 哪里会做 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江沟又拿了好多东西放进购物车里 一会儿功夫 购物车就满了 水果 零食 饮料 就离谱 从超市回到公寓 江沟将买来的那些东西 分门别类的放进冰箱里 好了 晚上想吃什么 我来做 江沟会做饭 事实证明 江沟的确会做饭 而且做得还很好吃 饭菜几乎一扫而空 看着站起来收拾碗筷的 江沟 我连忙起身搭手 不用 我来 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 江沟 我心里竟然没来由地 生出了一丝温馨 在我们家 我爸也是从来不让我妈下厨洗碗的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闺蜜还没有要回来的迹象 我没忍住 反手一条消息发了过去 消息回得挺快 就俩字 误导 我 好的 天彻底地黑了 江沟坐在沙发上 接了几个电话之后 终于起身要走了 温林 送我 这个要求 一点也不过分 毕竟 他今天又出钱又出力的 出了门 我理所当然地 朝着电梯走去 正准备按下的时候 江沟伸手拦住了我 嗯 随后在我诧异的眼神下 江沟走向了对门 我 低的一声 门开了 江沟站在门口 一脸的笑意 新邻居 以后多多关照 最后 在江沟目光注视下 我陶冶式地进了屋 已在门板上 我拿出手机 一条接着一条的信息 直网和闺蜜的聊天矿礼书 半嗓 闺蜜回复了 宝 对不起 我忘了告诉你了 那个小区 就是我二叔 开发的 当时 我妈 之所以买那套公寓 送给我 就是因为我二叔 住在对面 这个闺蜜 没法要了 自从成为了邻居之后 每天上班 我都不用再去挤公交了 就连早饭 晚饭 都省了 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只要江沟没有应酬 她的身影基本上 都会出现在我的 厨房里 简直恍恍惚惚 不仅如此 自从我搬进来之后 闺蜜几乎就没回来 住过 女人 接近年关 江沟的行程 几乎都排满了 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 见不完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的饭局 更是等着她参加 温秘书 下午有个临时增加的采访 麻烦你安排一下 我刚坐下来 林特助就过来了 我连忙看了一下行程表 下午江沟有一个视频会议 要是加一个采访的话 那江沟今晚 可以直接住在公司里了 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 林特助耸耸肩 放心 江总知道 来采访的人是她亲戚 年底了 温秘书 你懂的 懂 年底了 各行各业都在力争以一个好看的业绩 为之一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果然 下午有一个自称是第一财经的记者过来采访了 我将人带到了办公室 江沟已经在会客区的沙发上等着了 上了两杯咖啡 我就退到了一旁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不愧是大周刊的记者 逻辑清晰 语气干练 而江沟也不遑多让 行业的走向 年度的总结 基本上是张口就来 眼看着采访就要结束了 结果那个记者画风一转 竟然问起了江沟的感情史 江总 你有女朋友吗 那我可来精神了 江沟声音淡然 暂时没有 江总 像您这么优秀的成功人士 会相信一见钟情吗 为什么不呢 一见钟情 确实很美好 记者眼睛一亮 那江总是有一见钟情的对象了吗 我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好家伙 这个记者真敢问 不愧是有后台的 江沟笑了 似是想到了什么 俊朗的眉眼间柔情肆意的 是的 我有喜欢的人了 已经喜欢很久了 啪的一声 我的心里好像有什么碎了 记者离开之后 我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满脑子都是江沟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还喜欢了很久了 白月光 意识到有这个可能的刹那间 无数的情绪向我袭来 已经分不清是什么感觉了 就难受 一下班 我就给闺蜜打了电话 刚接通 就是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 呜呜淋淋 我男朋友没了 那什么 这男朋友确定有过吗 还是老地方 我打着车道的时候 闺蜜面前已经空了好几个瓶子 就 一下子勾起了我心里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酬情 很快 我俩桌子上的空酒瓶越摆越多 闺蜜打了一个酒格 声音微梗 淋淋 我决定了 我不要再喜欢培训那个大坏蛋了 是吗 抬头 一个男人 一个长得很帅的男人 正站在闺蜜身旁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我瞇了瞇有些迷离的眼 正日开口 对面的闺蜜黑黑黑地傻笑了几声 抬起的手晃晃悠悠地指着我 琳琳你声音怎么变成一个男人的了 听着还挺耳熟 好像培训那条狗呀 我 姜格 陡然 阳高的声音里透着几分冷冽 又是一个酒格 闺蜜慢慢悠悠地循着声音 转了过去 看到了站在他身旁的男人 帅哥 琳琳你快看 有帅哥 哼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培训一个男人 你看 这不就有男人送上门了吗 长得比他还要帅 格 就是有点冷 跟坐冰山似的 简直没眼看 眼眼你再好好看看 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 闺蜜口中的培训吧 看 必须看 闺蜜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手一抬 直接搭在了 男人的胸膛上 我 我怀疑闺蜜在装罪 可是我没证据 培训脸色一沉 眸底闪过一道 寒光 一伸手 直接捉住了 那只还在他身上摸索着的小手 江格 你适可而止 话音刚落 闺蜜就像是受了刺激似的 整个人都扑进了裴絮的怀里 双手死死地抱住了裴絮的腰身 抽抽搭搭的 呜呜我没有骗你 那些钱又不是我的 是我爸妈他们挣的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富二代 你让我怎么办 真欠揍 眼看着看向我们这边的目光越来越多 我连忙起身上前 想要将闺蜜拉过来 结果 闺蜜跟条八爪于世的 紧紧地缠在裴絮身上 嘴里更是大声地嚷嚷着 谁也别想把我和裴絮分开 我 没等我二次出手 就被闺蜜毫无章法地 一顿乱挥给误伤 到了 我下意识地往后 一退 没注意到脚下的酒瓶 好家伙 眼看着我后脑勺 就要着地了 腰上突然一股力道撑着 那股熟悉的冷木香的味道扑面而来 江沟来了 江沟眉头一皱 顺着她的视线 我看到了闺蜜被那个叫裴絮的男人扛了起来 真的是扛 闺蜜似乎懵圈了 江总 酒痒了 江沟眼眸微脸 裴总想带妍妍去哪儿 我的女朋友喝多了 我带她回去行行酒 江总放心 明天 我会将她毫发无损地送回去 对上 江沟 那个叫裴絮的男人气场 竟然一点也不输 半晌 江沟落在他们身上的视线 收了回来 这是变相的一种默认 裴絮嘴角一勾 扛着身上逐渐不老实的闺蜜 转身离去 我脑子有点晕 只知道闺蜜被人扛走了 连忙撒开脚丫子 想要去追 却被一股力道直接拽进了怀里 去哪 我要去把炎炎带回来 行 走几步看看 刚才一拉一扯的 我脑子里就跟一桶 江湖打翻了似的 肢体也不受控制 那股支撑着我的力道一撤 我整个人就跟没骨头似的往下摊 与地面相处的前一秒 一双大掌伸了过来 及时地捞住了我 我脚一清 整个人都被江沟抱了起来 小笨蛋 江沟骂我 呜呜我更委屈了 嘴比脑子快 将心里憋着的那口怨气 一股脑的全部发泄了出来 我是笨蛋 就你的白月光最聪明 江沟愣了几秒 什么白月光 呸 行 回家慢慢说 许是久的后劲上来了 一上车 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到公寓的时候 我的意识清醒了不少 醒了 我一愣 转头一看 江沟就坐在我床边 啊 我下意识地起身 可江沟的速度比我更快 他一个轻身 直接将我压在身下 江沟 你 你要干什么 我慌了 双手抵着江沟的胸膛 隔着一层衣衫 我都能感觉到掌心下触到的温度 烫人得很 寥寥 白月光 我 欺人太甚 许是酒精作祟 我抵着江沟胸膛的手 慢慢往上 转而换上了江沟的脖子 江总 你的白月光 要是知道了 你现在躺在另外一个女人床上 不知道还会不会要你 隔应死你 江沟笑了 忽然低下头 附在我的耳畔 声音低沉浅全 我也很好奇 不如 我现在就问问 正愣间 江沟的大掌已经抚向了我的脸颊 正温柔地抹撒着 半嗓 江沟的声音缓缓响起 林林你还要我吗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没给我缓冲的机会 江沟的声音再次响起 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话 一句比一句地震撼着我 就目前而言 我的白月光并不聪明 要不然这么长时间 他怎么就没发现我对他的心意 本来还想循序渐进慢慢来 现在看来 这并不是一个可行方案 将勾脸着眼 镜片后的目光幽深岁远 直勾勾地落在我的脸上 静谧的房间里 他说的每个字 都是那么清晰 他说 我的白月光 他叫温林 毕业于京大的土木工程专业 喜欢逛学校后面那一条街的夜市 人美心善 会默默地买一堆吃的 给学校附近的流浪猫狗 我的脸开始慢慢地变红 温林 我相信一见钟情 因为我亲身经历了 很美好 温林 我爱你 很久了 江沟说 大一新生报道 是他送闺蜜去学校的 然后就看到了我 当时的我就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小鹿似的 只一眼 他就把我这只小鹿看进了心里 后来 他从闺蜜的口中得知了我和他的关系 又暗戳戳地从闺蜜口中套到了不少关于我的消息 这些秘密 渐渐地在他心里发了叫 越来越纯 我听傻了 只觉得脑子砰得一声炸了 江沟的眼里像是蓄了一团火 深沉浓厚 考得我意识越发地模糊了 意识消散的最后一秒 我的耳边依旧回响着江沟一声声温柔地喊我 凌凌的声音 四日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只觉得太阳穴秃秃的疼 起身 刚想伸手揉一揉太阳穴 腰间落下了一只手 随后 一具滚烫的身体贴了上来 低沉阴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女朋友 早 瞬间 昨晚的记忆犹如排山倒海般涌来 我 脸彻底地没了 江沟轻笑一声 给你熬了小米粥 起来喝一点 胃会舒服些 我嗡嗡地应了一声 简单地洗漱后 我推开房门出去了 江沟正好端着碗 从厨房里出来 看着摆在我面前的那碗 金黄金黄 还冒着热气的小米粥 我毫不客气地喝了一碗 啊 瞬间觉得幸福 填满了我的整个胸腔 确定关系的第二天 江沟就带我见了他的家人 他们人很好 见到江沟带女朋友回来了 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只盼着我和江沟赶紧领证结婚 我 行吧 正如江沟所言 他的婚姻 没人插手 更别提存在什么门第之见了 见完他的家人 接下来就是我的家人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些紧张 也不知道我爸妈能不能接受江沟 毕竟他比我大了好几岁呢 结果 半天相处下来 我爸妈差点直接改口就叫女婿了 嘴角咧开的弧度有多大 就表明了他们对江沟的满意程度有多深 当着我爸妈的面 江沟郑重其事地做出了承诺 我爸妈听的眼圈都红了 二话不说 就把家里的户口本给江沟了 我 忙忙碌碌一直到过完年 我和江沟才去江政领了 从民政局出来 江沟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那两本结婚证 更是被他紧紧地攥在手里 仿佛什么西市珍宝似的 老婆 嗯 老婆 嗯 老婆 江沟 实在没忍住 没事 我就是想叫几声 这合法地叫起来 感觉就是不一样 看着江沟眼眶里渗出的那一抹水光 我顿时没脾气了 老公 吃一声 像是触动了江沟的什么开关似的 他红着眼地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江沟 你别 还在车上呢 声音带着娇称 江沟呼吸都乱了 收好结婚证 江沟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直往加奔 趁着他开车的间隙 我拿出手机 想给闺蜜打电话 我要告诉他 我现在可以照着他了 号码还没拨出去 就被江沟拦住了 别打了 他现在应该没有心情接电话 嗯 忙着见家长呢 我 瞧着江沟一脸淡然的样子 他肯定知道内情 于是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江沟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原来 那个叫裴旭的男人 是裴氏科技新一任的负责人 他见过江沟 所以在公司的时候 一眼就认出了他 只是江沟那个缺根筋的傻子 却不记得他了 还误以为裴旭是个穷光蛋 于是 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其实 裴旭早就喜欢江沟了 于是就一直配合纵容着他 直到后来 两人的恋情曝光了 江沟知道了裴旭的身份 觉得自己被骗得很惨 于是就开始闹了 要分手 裴旭怎么会允许自己 暗恋多年的傻姑娘脱离掌心 于是在他的蓄意筹划下 让江沟爸妈为他这个未来女婿撑腰 听完之后 我一整个一猛 没想到 短短的几天内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这反转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果然 高端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 车停在了小区楼下 江沟下车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冷着脸将我抱了出来 我 闹哪一出 直到进了门 我才知道闹的是哪一出 江沟将我抵在墙上 他生气了 因为不满我的走神 江沟伸手捏着我的下巴 老婆 在你老公面前还想别的男人 该法 你 来不及辩驳的话 淹没在了江沟的唇齿之间 呸 男人 没关系 余生很长 我总能扳回一局 世界上 真的会有那么一个人默默关注着你 疼爱着你 却永远不再靠近你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YK